这就是专门菜烘焙店 好了小伙伴今天来到了 潘鱼路 这边属于徐汇区 今天我会带大家去 探一家面包烘焙店 来开启我们接下来 新的一年的全新系列 上海的这些烘焙面包店 他们的咖啡怎么样 当然我也会点一些它的吃的 做一个综合的这种企业 好那今天我要去的这一家 叫Bake No Taito 它在潘鱼路上面 我发现最近上海这个天 真的是有一点点 灰蒙蒙的下着雨 刚从曼谷回来 感觉反差感特别特别大 哇走到这我感觉好像是 有点闻到了这个面包的味道 还真的是这里 你看Bake No Taito 这个如果要是翻译的话 要怎么翻译呢 就是无名面包店 走走近看一下 这边应该是一个打卡位了 对吧 就是可以坐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种可以打卡的 你看这个店铺 它的位置还是蛮有意思的 还是有一点独特的 一楼 你看是整个一层都是这个垫 楼上呢就是住户 你看上面有这个挂衣服的架子 是吧 哇感觉里边还是有点大的 外边还有个外板 坐进来喝一下 太冷了这个 这里边还是挺大的 比我印象中要 想象中的要大 这边还可以挂衣服 你看 你看它这个店是分成两边的 你看这边坐的是很多客人 对吧 它这边还有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是喝酒为主的吧 好多这个 你看那边有酒瓶 灯光会更暗一点 你看这边都是酒瓶子 对吧 精酿啊 这么的 哦 这边晚上还有调酒 应该是 你看这不是调酒试用的 哦 这边还有DJ呢 你看到没 看他们这边的话呢 放了一些他们用到的食材是吧 然后黄豆啊 核桃仁啊 这些东西 它都会展示在这个地方 这是他们出品的这个碟子 你看这个店 它的厚厨多大呀 好大呀 看到没 这个是什么呀 牛排吗 里面 牛排 哦 哇 这个看起来有点硬啊 然后这个是啥呀 东地方 这里面是什么 牛排 里面还有鲜骨 哇哦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看到贝果我就有点走不动了 因为虽然说我天天吃 但是我还是想吃 乳酪贝果 海盐黄油 烟熏腊肠 有没有推荐的贝果啊 贝果我们就做了三款 啊 比如说你喜欢吃辣的 咸骨的这个 嗯 像乳酪和海盐的肉业甜的 然后这个乳酪有偏甜的 哦 我点一个甜 我点一个甜的贝果吧 这个是肉桂卷 对 香蕉肉桂卷 哇 这个看起来也很不错 是吧 这个肉桂卷是24 然后这个感觉也很不错的样子 就是自己拿的吗 还是你来帮我拿 那个肉桂卷帮我拿一个 谢谢 哦 开心果味的 还有两位 帮我拿一个开心果味的 谢谢 对 帮我点一个美式 哦 肉的吧 好了 稍等一下 再帮我点一个奥白 美式是12还是净便宜的 我点了这三个 三个面包两杯咖啡103 你们好便宜啊 我就拿两个盘子就可以了 你看 把它合在一个 可以 谢谢啊 这个是乳酪贝果 甜的 这个是肉桂卷 来到这边了之后呢 必点了这么一颗奶油小子 是这个小的 我先尝一下贝果吧 好不好 我去拿一下咖啡 咖啡 好 谢谢 它这贝果呢 就是在捏的时候 它的外边 它是有点硬壳的 这种感觉 但是里边是软的 先咬一口 你看它里边的这个馅儿 它的馅儿是非常多的 外边呢 是薄薄的这么一层 但是很带嚼 你这是像嚼口香肠一样的 这个贝果是真不错 真的好吃 我再撕下来一块 我看到里边的这个乳酪 不腻 吃起来很自然 出品相当可以 来的话 这个贝果我觉得是个点的一个 因为它不贵 真的不贵 乳酪的才18块钱 肉桂卷 你看它做的是有点这种 已经能撕开了这种感觉 我吃肉桂卷不是特别多 所以说不是特别专业 有一点点的硬 吃起来不松软 不是特别的惊艳 我再吃下里边的这一层 尝一下里边的 里边吃起来还是挺酥软的 这个是叫mary tussle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这个我点的是开心果的这个 外边有开心果仁 看到了吧 把它掰开了 我吃下边这个 你先尝一下它里边的奶油 里边也是加了开心果泥的 哇哦 这个是真不错 太好吃了这个 绝了这个 这个是我这三个里边点的最贵的 这个mary tussle的奶油小子是25 我觉得它的贵 可能贵到了开心果的火碎 和它里边的奶油 这两个是比较贵的 它外边的面包 其实是比较便宜的 就比如像它这里边 虽然说大家来不是主要喝咖啡的 但是只要吃面包了 你怎么会不点点喝的 对不对 你硬吃也不行啊 还是要有一杯这个咖啡配着的 是不是 但是这个咖啡我还没喝的时候 我闻到味道的时候 我就感觉它的咖啡豆 是商用的咖啡豆 它的罗伯斯塔的咖啡豆 至少能占到20%或者是30% 木质的感觉 没有甜味 没有酸味 就是厚实的味道 这是它的黑咖啡 这个我点的Fly White 它里边加了糖 它不是白糖 它加了应该是香草糖浆 但是不多 因为它里面有香草的长江的味道 那你要说这个咖啡它难喝吧 它一点都不难喝 但是它就是缺少了一点点细节 就是它没有这个细节在里面 我点的面包已经吃完了 咖啡呢 我特意留了一点点没有喝完 是因为我想喝一喝 它稍微凉下来的味道 那美式的这一杯呢 它凉下来之后 它的大麦茶以及木头的味道更明显了 喝起来感觉就像是泡了一杯大麦茶一样 哇哦 就是浓度高一点 大麦茶的感觉 它的这个奥白 就是你在没有喝的时候 你把这个咖啡凑到鼻子里边 你会先闻到香草糖浆的这个味道 但是呢 它不是特别特别甜 微微的有一点甜感 像它这个咖啡豆的话 其实是可以改进一下的 就比如 如果它那个 美丽塔的那个咖啡机 放我们的那个 颠山牛子的咖啡豆放进去 它萃出来的咖啡 绝对会非常非常的奈何 这就是我对这个 它的咖啡的总结吧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